在12月21号的时候立法院民进党团突袭 来把总预算案禁副二度 原本预计要在今天的立法院会上面来审查 那民进党团他们主张说因为反萊猪的部分 所以国民党团不断的上演恶意的杯葛 导致呢今年的总职群也是非常晚才来举行 也延宕到了总预算案的审查 其实这个会期 法定会期在12月31号就要结束了 那总预算案要到临时会来审查 依照原定的进度的话 说不定到过年前都没有办法审查完毕 那原本民进党团是要在今天来进行审查的 但是这引起了国民党团的不满 在昨天两党朝野协商之后 决定在今天进行总预算案的复议 但是在野党也承诺会在1月28号之前 来完成总预算案的三读 那其实原本为了今天早上 要来进行总预算案的审查 民进党团在院会的大院门口 守了四天三夜 大家轮班在门口来过夜 要在今天开门的时候 直接冲到院会里面 我们来看稍早的画面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今天还是在一早七点中 立法院的这个议场大门一开 民进党团立刻冲了进去 要来确保今天的院会可以顺利来进行 因为除了总预算案要进行复议之外 今天还有另外一个案子 会在报告事项的第一案 也就是地制法的修法 地方制度法 这个地方制度法的修法 主要是民进党他们为了推动 竹竹合并 所以要修改地制法 将这个人口数等等 这些细节来进行修改 那其实总统蔡英文日前就已经宣誓 并且在官邸里面召开 府院党的高层的会议 宣誓要来修改地制法 那其实这个修法呢 民进党团总召柯建民提案之后呢 经过党团立委的联署 在今天要送到立法院会里面的 报告事项第一案 要来交付委员会审查 那么严历拼音在明年一月底 临时会结束之前 要来三读 我来说一读